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在9月21号就这个礼拜六登场 晚上7点半还有烟火秀 欢迎各地的民众一起来体验基隆独特的热情魅力 充满热情活力的基隆海洋老鹰嘉年华 将在9月21号星期六登场 今年除了各县市社区学校的队伍之外 更扩大邀请日本京都与琉球的森巴谷队与舞团 也邀请城市代言人安心雅共同参与采接 并号召身份证字母为C开头的基隆人加入采接队伍 晚上7点半还有烟火秀 记者会中市长谢国良跟文官局长江廷梅 还有多位贵宾 包括议长秘书杨文和 市议员郑凯玲 郭美秀 秦真 陈冠宇 和立委林佩祥秘书黄生栋都共同欢迎民众 一起来体验基隆专属的海洋热情 那我们这一次也有加了一个我们自己基隆特有的一个造型 就是我们的鹰站长 这个是我们基隆独特自己有的IP 那也会到时候升高来跟我们一起来游行 那这已经是我们第14个年头来办海洋老鹰家年华 那我们文官局也非常的投入 希望可以给大家更多不同好的队伍 我们地方大家都很齐心协力的来做这个活动 一年比一年热闹 我们从一百年开始的时候 我担任我们谢国良立委秘书的时候 他就非常的支持 就在背后支持我来办理这个活动 所以等于是他也是一个最开始的一个推手 能够迈入第14年 很感谢历任的市长的支持 那么这一次甚至于我们有来自日本的团队 还有我们局长 特别发想了一些造型的人偶 然后最后还会有夜间的一个烟火跟无人机的表演 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闹 我们是会给自己一个热烈的掌声 期待9月21号的海洋老鹰家年华的游行 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参加 一起来同乐 热闹的采接游行活动将在9月21号下午3点 从国门广场出发 结合烟火秀 还有超过25摊的海外市集 让民众从白天嗨到夜晚 欢迎各地的游客来畅游基隆 感受基隆浓厚的人情味 记者黄志生陈淑平基隆报道 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从今年7月成立的海科勒林学习中心 推出了一系列的创意课程 其中亮一点环保平灯课程 将废弃的玻璃瓶转化为美丽的灯饰艺术品 呼应环境永续的理念 也为长者增添了温暖与浪漫 在海科馆避水巷长廊 一盏盏闪亮的平灯 为空间营造出温馨的气氛 这些作品源自瑞芳平灯节的创意 如今成为海科勒林学习中心的特色课程之一 长辈们在课堂上学习编织 彩绘等技巧 亲手打造出独一无二的手提平灯 成果令人惊艳 平灯赞 真的很赞 这位勒林同学在海科勒林学习中心 完成了多项创举 展现人生的无限可能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身体 我的手是不够完整的 因为小时候发生的事故 所以我的内心其实也是会有 相对的一个缺失 有些事情不大敢去做 那非常感谢海科馆呢 能够开这样的乐林学习中心 让我勇敢的踏出这一步 我来上了这些课之后 我发现应验的那句话 人有无限的可能 我发现每一堂课我都好喜欢 尤其是我最害怕的英文 我都勇于来挑战来学习 谢谢海科馆 海科馆开设与环境永续的系列课程 让不少学员收获满满 手工编织也让我学到很多 然后很高兴来参加这个 热林的学习 课程老师来自瑞芳老街 文化观光推整协会 他们将瑞芳火把节中的 平灯节创作艺术带入课堂 传递平安祝福 疫情的人都不晓得说 废弃的瓶子可以做出很多种的花样 做平灯 彩绘平灯 尤其很多国小 国中 高中 都会来去我们一个团 或者带一些小团体来去我们做彩绘 所以我们现在很高兴是说 能够在我们这个海科馆 给我们机会 还有下个礼拜 我们就有一个老师来教彩绘平灯 下个礼拜还有彩绘平灯呢 老师也邀请有兴趣的民众 参加2024瑞芳黄金山城系列活动 之平等饗宴 亲身体验废弃玻璃瓶 再生利用的魅力与活力 透过热灵课程 为环境保护贡献新力外 也展现了热灵教育 与环境永续的完美结合 海科热灵学习忠心赞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 基隆带五轮沙滩 有业者指出 许多外地来的业者 把东西放在沙滩上 让游客可以就近租用器具 影响他们的生意 大五轮沙滩是北台湾难得的细水圣地 就会直接租用 让守规矩的业者根本没生意可做 这个沙滩都是非常差的 假日的时候更严重 对啊 以前我们没有反应的时候 他插到这边来 整个沙滩都百分之六十多 这样就不是公平竞争嘛 对不对 最起码你大家都在上面 客人假如要租 客人设计不好听的台北 他的消费比较高 来注意住三百四百五百都没关系 我们这边都固定两百 反而两百的没人租 对啊 这些占用的洋伞只要到假日 就会出现在沙滩上 其实大五轮沙滩原本是北关处管理 目前正进行播交程序给市政府 但因为沙滩属于未登陆国有地 公布门要强力执行 有其困难 那基本上大五轮沙滩是比较特殊的例子 是我们跟北关处共同来管理 不管是海域的这个安全 或者是沙滩的管理 那目前我们的分工是这样 就是沙滩的部分由市政府来做围管 包括清洁 包括这些人员的这个安全的维护 那只是说刚刚讲 在土地的沙滩的这个土地悬属上面 目前是未登陆地 那市政府必须要完成这个土地的拨用之后 完成这个登陆之后 我们才能有法源 来订定相关的法源来规范 那目前正在做这个拨用的最后一步 那完成拨用之后 我们相关的法律就可以 把它制定出来来进行这个管理 我们到大五轮沙滩来追踪 就是去年的那个一日三明的这个沙滩安全管理的问题 那目前呢 市政府已经将这个沙滩管理的部分 安全管理已经委外处理了 那我们在现场也有看到这个我们的救生的一个设点 以及我们的这个救生衣免费借用的一个帐篷 那在这个沙滩实际上的管理也有很多民众反应呢 跟这个墾丁的案件很像就是有这个违规涉滩啊 露营等等的问题存在 那今天有很多的附近的邻居也到场来讲了这个事情 来反映这件事 那我们呢已经要求基隆市政府应该要来积极处理这件事情 但碍于这个法规面的问题呢 所以目前市政府会先来进行劝离的这个动作 那在法规的部分呢 因为要订定地方的自治条例 所以我们基隆市议会也会来督促这个市府呢 赶快在三个月内看能不能完成这个自治条例的订定 那让我们警察机关以及市政府的执法机关呢 能够有相关的依据来实际的管理我们的大五轮沙滩 居民希望可以尽快制定相关法规 不仅恢复海滩容貌 也让店家可以公平竞争 记者黄绍明金融报导 再这里来看立法委员王玉敏张家裕 特地到基隆支持力挺市长谢国良 谢谢 谢谢 你好棒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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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多支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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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到这里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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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家裕王玉敏 你好 对 谢谢 对 好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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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家俊 所以我覺得基隆市民其實是覺醒的 他們知道好的市長就是國良市長 所以我相信會有更多善良的市民 會站出來挺善良 我們希望大家10月13號真的都站出來 然後給國良市長最大的溫暖 當然也是給基隆市未來一個更好的未來 在這一條街上大家一路走來 大家都可以看到 不管是年輕人 不管是小朋友 不管是爸爸媽媽甚至阿公阿嬤 大家都主動跑出來跟我們 謝國良市長說加油 我覺得這一份熱情就是真心回應真心 他們也感受到市長對於市政的真心 所以他們也真心的把他們的支持表現出來 我覺得這是值得感動的 我覺得一個城市的進步 就來自於這樣子的一個原動力跟正能量 雖然目前國民黨民調顯示 多數民眾不認同罷免 但是大家最擔心的還是支持民眾 到底會不會出來投票 因此兩位立委也肯托支持的基隆市民好朋友 一定要在10月13號出來投下不同意罷免票 支持謝國良不同意罷免 所以10月13號那一天 現在你們不要覺得很樂觀說 看民調這麼高就不出來投票 想說別人會去投 反正我隔壁鄰居可能會去投 我可以懶一點我不要去 關鍵就在於你的這一票 所以只要你看到謝國良市長的努力 你看到了他的勇敢 你看到了他的愛心 你看到他關懷弱勢 關懷長者 請你勇敢的站出來 你的一票將會決定 我們基隆市的未來 我們基隆市用我們的行動展現 我們是有智慧的市民 我們選擇一個好的市長 選擇一個善良的市長 大家說好不好 好 我們在LINE的公眾帳號 有醫生隨時隨地的stand by 讓基隆市的長輩在健康的問題的時候 可以隨時獲得真正一時即時24小時的資訊 所以我們要跟大家報告 我們會盡一切的力量 來讓基隆市更幸福更美好 市長謝國良也強調 市政的建設要大步向前 他會努力為基隆的市民來服務 尋找更多在地的優質工作機會 讓大家能就近工作安居樂業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基隆報道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基隆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基隆 为自己省荷包 这个日子要记牢 只有符合地价税减免 或自用住宅用地等优惠税率的条件 今年在9月23日前提出申请 就可以交比较少 线上申请很便利 在家就能完成 赶快下手错过就要等明年啰 赶快下手错过就要等明年啰 这是我最成功的一次 YES 25年前就是回来基隆创日了 所以我就把基隆的 譬如说基隆的XO酱 基隆的小卷 然后很明昭的海藻 然后融入在这个饼干里面 乌金酥 杏仁瓦片 很想让这里可以让大家都知道 我们基隆的好 你是否厌倦了大都市的熏香与污染 渴望一个小而美的城市生活呢 每类基隆影片征选即摄影比赛活动 在今年已经迈入第七届了 分为影片征选摄影比赛 总奖金高达32万元以上 现在就拿起你手边的相机或手机 发挥创意 透过镜头 记录属于基隆赋美学的干净城市 捕捉城市中的细腻之美 详情请洽活动官网 民国97年才开始启用的 此云寺大碑殿钟 供奉了由中国名师 许席于精心雕刻的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为尊四面佛祖 雕工极为精细 信众参拜完大雄宝殿后 不妨进到大碑殿 一窥四面千手观音菩萨的 独特样貌 要走辣鱼 一窥四面前 加空转 十四面佛祖 快速通过 安室 做到了 比较骰 超减 五空在四面八角 十四面佛祖 优优独特样 足以圳 十四面佛祖 觉得很好 因为可以快速通过 說先禮當新人的那種感覺 從中國來移民到我們台灣 然後創業超過20年 其實非常誠懇實在 在做生意而且也懂得回饋社會 然後照顧我們的一些弱勢民眾 其實在疫情的期間 其實我跟他們有一個一起在共同參與 非常感動 確實把我們在這個台灣精神發揮得非常好 也很謝謝他們這樣子長期的對我們的支持 基隆有寶物獵人 藝術家找尋的豹石在哪裡啊 源自台灣的古老染色藝術究竟是什麼呢 基隆為節目將用鏡頭帶領觀眾實地走訪 體驗基隆的味道 歡迎回到新聞現場 仍然區流民傳入十一項裡面 有一家專賣素食麵疙瘩的店 不僅主食好吃 店家製作的素菜及辣椒也生活好評 基隆市議員 宋偉莉 曾紀妍及何淑平 三個人是讚不絕口 一口接一口吃到就吃到 趁著服務選民以及開會空檔中午時段 前基隆市議會議長宋偉莉 特地呼朋引辦 邀集市議員曾紀妍 以及市議會聯席審查會主席何淑平議員 趕快再來行啊來 品嘗好吃的素麵疙瘩 以及蔬菜熬煮的湯頭 它那個麵疙瘩的Q彈 那個彈牙的那種感覺 真的是非常好吃 不會說這樣軟趴趴的 就是有彈牙的那種感受 外面美食 就是說一般我們都會吃了之後 喝那個湯就會覺得口渴 可是它這邊完全沒有 而且真的我覺得它一定有秘密武器在裡面 就是讓你覺得這個湯 我就想把它喝完 就是很健康 然後感覺吃的時候又很爽口 對 我想這一間麵疙瘩 在仁愛區的流民船的 流民船路的巷口 我想這間的麵疙瘩 我想它的湯頭非常的清爽 尤其它的麵疙瘩 做得非常的Q彈 高麗菜還有一些紅蘿蔔的 一些青菜為基底 來讓這個湯鮮味美 完全取代了這個味精 吃完絕對不會口渴 那因為我非常喜歡吃麵食 然後它嚼起來的那個麵粉香 讓我真的是非常有飽足感 還有這個芋頭非常的鬆軟 還有這個杏鮑菇 吃了完全對身體不會有負擔 不只薄片般的素麵疙瘩好吃 湯頭搭上冬粉米粉麵條 以及泡飯等主食也一樣好吃 加上芋頭別有風味 連店家自行製作的各式素食小吃 以及素辣椒同樣受到顧客好評 也讓激動市議員宋偉莉 曾濟妍以及何淑萍三個人 都讚不絕口大推這家店 老闆娘做的小菜也是非常不容易 都是道地的素食 那我想還有老闆娘最重要 是老闆娘炒的這個算是靈魂 它的辣椒也是非常非常的道地 我最驚豔的是這裡居然吃得到 這個糖醋裡雞肉 素食的還有素腰花 還有我們的那個素雞 這個真的是讓我們 這個一飽口福之外 又可以進到體內環保 吃素食真的對身體非常好 老闆說他們本身沒有吃素 但是願意花時間研發用手工製作出來 最健康好吃的素麵疙瘩 湯頭以及各式素食小菜跟大家分享 也讓顧客感覺不出來是在吃素食 我們的麵疙瘩它煮久也不會爛 因為我們的那個扎實度有到那裡 彈性有到那裡 它也不會說煮久的 像人家煮久的會爛掉 或是會糊掉 我們再回燙的話 它只是變比較軟也不會糊 我們的小菜都是連辣椒我們都是自己炒 因為外面買的我們可能就是 比較沒有那麼安心 畢竟說這個是給人吃的東西 因為我們都會自己去嘗試過以後 我們才有拿出來販賣 而且這個吃的東西 我們自己敢吃 敢用 我們才會給客人用 對 真材實料 對 就是一個責任 老闆表示 除了素麵疙瘩以及蔬菜湯頭 也賣芋頭湯和芋頭麵 歡迎大家來吃吃看 不怕貨比貨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今年適逢青髮戰爭140週年 市府特別在百米旺炮臺 舉辦了一場山海音樂會 邀請遊客徒步上山 享受專屬基隆人的異國音樂饗宴 美聲天后 周慧在台上開唱經典成名曲 約定讓全場聽得如刺如墜 掀起滿滿的回憶沙 總會想問你 才能忘了 起路前行 一起來囉 你不願意 但我的往事不是停 也但永遠都不讓不凡的心 唱完一首還不夠 接著再唱 看一下觀眾 拿起手機 進入這感動時刻 仔細看這場山海音樂會 地點在百米旺炮臺 不僅有美麗的音樂會 還有攤位市集 儘管颱風外圍環流攪局 但民眾熱情不減 不錯啊 因為在聽聽音樂 百米旺也是我們很重要的一個炮臺 也是守護我們基隆最重要的堡壘 那因此我們希望通過音樂 透過多元的一個活動 能夠讓大家看見百米旺 也記得百米旺曾經守護我們的地方 讓更多的基隆人 可以帶更多的好朋友來看 這個山與海最美的一個百米旺炮臺 基隆市長謝國良到場 抽出活動大獎之外 也冒雨和現場攤販和民眾握手之意 前814年的系列活動之一 今天的百米旺炮臺音樂會 真的是在有山有海的一個環境 繼續欣賞更好的音樂 而基隆也要往音樂城市邁進 除了一年四季都有好的活動之外 而且我們在音樂的硬體方面 跟未來培訓當地音樂人的方面 我們都會做更多的努力 讓基隆成為一個好的音樂城市 要東西一樣一定要串聯 所以今天早上就有來自很多很多的民眾 包括外信市的人來這邊參觀我們這邊的風景美貌 真的自己是很漂亮 又有砲台 然後這一點天的活動 市長加油 活動中還出現了小插曲 當地太白禮居民拿著太白禮的禮花 麒麟花送給市長謝國良 為他加油打氣 太白禮的禮花齁 謝國良 謝謝教授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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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場不時下起真語 但仍交不息民眾熱情參與 美聲天后周慧 台語金曲歌王 荒山亮 原名金曲歌手 拉卡烏帽 和日本流行歌謠歌手 輪番演出 讓民眾享受一場 以三海景觀為背景的音樂饗宴 記者 黃燒明記錄報導 另外市府在和平島公園 舉辦了一場無障礙 親海成果加年華 邀請身心障礙者親近海洋 市長謝國良親自下水玩得不易樂乎 也希望未來能擴大規模來舉辦 在教練協助下 身上朋友開心坐在浮板上 享受滑獎樂趣 其他同伴們陸續下海 玩得不易樂乎 很開心就對了 本來就是女兒玩水的 因為她非常喜歡玩水 可是平常對我們來講 我們不可能自己帶她出來玩水 因為不要說器具的關係 光環境 我們要找一個她可以玩水的地方 其實都不容易 自從知道就是有這些活動之後 我們就會很關切這種問題 大熱天 玩水清涼又開心 和平島公園嚴格把關 建置無障礙友善場域 市長謝國良也親自下海 和深藏朋友一起體驗立獎活動 我覺得玉欣住長跟我們這邊一起辦這個活動 我真的覺得非常的有意義 然後讓我們這些各類不同的好朋友 難得能夠有下海的機會 我看大家都玩得不易樂乎 而且非常的感動 那我們基隆市就是不斷的努力去朝向 讓更多的環境更多的城市生活都沒有障礙 這個也就是我跟玉欣一直以來努力的一個目標 讓我們深藏有機會去能夠玩水 然後玩水對我們深藏是非常好的一個運動 因為也是很少會有這種機會 所以看到有這種機會 就趕快來報名 對趕快來玩 對 歐先生有愛還要慢慢玩 3 2 1 Yeah 鼓勵身心障礙朋友親近大海 事案府海委會及北關處 在河平島公園舉辦無障礙親海成果嘉年華 參加活動的深藏者 不少人都是同一次親海細水 障礙者最好是常常出家門 那不是去醫院而已 更要親近大自然 所以我們是海洋的城市 海洋的療癒海洋的美麗 要讓所有的身心障礙者 都能夠平等的參與 所以在這裡我們今天的活動 不管是硬體的設施 或者是軟體的服務 我們都有很詳細的準備 其實河平島地區公園在107年開始 我們就打造整個園區 就是一個無障礙的環境空間 希望讓更多的身心障礙者 可以看到這些世界級的一些地質地貌 那我們在今年更 進一步的跟市府合作 還有跟北關樹聯手 去打造整個無障礙的水域油氣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更多的身心障礙 不管市障、聽障或肢障 都可以透過一些專業的載具 專業的教練 可以讓他親近海洋 讓他去幾十年 可能都沒有想過 他還可以再下水去體驗 所以我們這幾次辦下來的活動 看到人家的笑容 都覺得很感動 真的你要講無障礙的平權 其實就是從政策開始落實 城市有愛 然後生活無礙 我相信是現在市府很在意的 那我看到這個活動 也真的非常非常的開心 跟也期待每一年都可以辦 未來不只是希望是說 基隆市可以落實 就是海域無障礙 還有我們可以慢慢慢慢朝向 讓青山進水也無障礙 無障礙措施跟各項政策 才是這個城市真的 該追求的光榮感以及進步性 河濱島公園自律打造 無障礙的吸水場域 在專業教練陪同下 讓深藏朋友有機會 敞陽大海一圓夢想 記者黃紹明即用報導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央新聞 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鈞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這隻不太容易 為那些靛bands INM��로 simplified 多了 一件樹 parar 我們的肌子 9 切建築 大小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